幫客戶解決的問題 你如果這些都搞懂了 那你不是 所有事情還怕沒有生意嗎 不可能 所以我們在談的這一些東西 各位要一直在這一段期間 將來你就很可以用 我們的明堂在討論的東西是什麼 明堂在討論的是一個家庭的是 是否平安和審 子女是否閒孝日後公民成就 公民是在論前面 後面是論貴人 要記住 我要論公民論財富是從明堂去找 我明堂具備這個條件以後 我看你左邊是不是龍過堂後面有靠 那代表你一定可以 代表你一定可以 我如果前面明堂還不錯 可是我左邊是凹陷後面沒有靠三人 你要當官偉任職 偉任職等的夢中 你要升到高官升到經理幾乎不可能 所以所有的條件要總和 要總和的配合 好 居住宅內個人的個性思維 志向事業財運 人際關係 這個官聳是非 陸聰就論官聳 昨天有人有好幾個在問我說 老師 那我們前面是陸聰也是溺水渠 怎麼辦 我說前兆傳官司兆打 前兆傳官司兆打 官聳是非 陸聰 斑馬縣 前面是你家的大門 正面對的是斑馬縣 照樣論 官聳是非 填梗 我們那鄉下填梗直接的 有的是水泥的填梗 照樣論清聖 照樣論官聳是非 律水局 左邊有靠 後面有靠 官司打到底 因為你強勢 你不認輸 你認為我不會輸 所以一定是 官司打到底 如果是 如果是 左邊沒有 虎邊高 虎邊強 那你的一定是 很快就和解 因為你 男人弱勢 你覺得官司打下去沒意思 哎 花個錢了是吧 就賠錢 賠一賠就好了 是我們在論斷東西 這樣子看 所以 順水局 順水局的話 一定是財辦 這個不必講 順水局是財辦 前面也論桃花 前面論桃花 在左邊 左邊藍生桃花 左邊有彎路 彎一彎 換一次桃花 彎兩彎 兩次桃花 如果是 溺水局 外面的人來找你 找你裡面的人換桃花 如果順水局是你去外面找 的一個人去換桃花 清楚 不要 不要 你要小心 你家是順水局 順水局 是你去找人家 哈哈哈哈 開玩笑 所以我們在去論桃花事件 前面的論桃花 前面的論女兒 也論那個二媳婦 因為左邊是147 中間是258 右邊是369 一四七房 258房 369房 前面的 像我們昨天去地母廟 它是順水局下去 前面有一個圓洞 圓洞我們論岸 也論桃花 前面你的名堂前面是有暗洞的 有樹木層暗洞的 然後你有樹林有樹林的 都叫做暗桃花 也可以說這一家的人喜歡夜生活的女人 欸 夜生活啦 不是女人啦 喜歡夜生活 因為前面是暗的 我們去看情 去斷釋 右邊就369房 第三個兒子 還有最小的兒子 小兒子 因為如果他只有兩個兒子 你說你家第三個兒子換桃花 我就兩個兒子怎麼辦 所以我們就要論小兒 左邊是大 右邊是小 右邊是女人 女生 左邊是男生 右邊是女生 左邊是丈夫 右邊是妻子 這樣很深刻 很印象很深刻 右邊是妻子 女生也一樣換桃花 所以前面如果是往下的順水局 又碰到有交叉路口 交叉一次換一次桃花 關一次一次桃花 順利地勢高低去論我對你還是你外面的人來找我的 有的人不喜歡桃花 可是外面硬要來找他桃花 那個叫免錢 叫免錢 那你如果順水局 你去外面找人家換桃花 那你要花錢 那你要花錢 這樣很清楚 OK 老師 什麼叫順水 什麼的命水 順 我的仰仔在這裡 我前面是傾斜的 往下傾斜的水是往下流叫順 順水局 前面是往上翹水向我這邊流叫膩 叫膩水局 這樣了解嗎 那一般我們店面都是開水鍋 有分成左邊來右邊來的 等一下會講形式會告訴你 從左邊來右來水 從左邊來左來水 右邊來右來水 然後如果要拒水 這個會很清楚的交代 好不好 那各位務必 務必把這些東西 因為你如果把這次事事所代表的 會我們要論斷影響的東西 你記住了 不怕了 什麼都不怕 所以明堂所講的這些東西 所明堂講的東西 我們的仰仔的客廳也論人際關係 所以一直說一進門到客廳 你看喔 你如果一進門看到廁所 你一個概念會想上廁所 而這是真的 你一進門就看到廁所 你就一進門就想上廁所 一進門看到那個 那個廚房要餐廳 你就想吃飯 一進門一看到那個 那個臥室就想睡覺 所以把客廳當成我們一個緩衝的地方 你的客廳好 代表你家的人際關係好 你的子女的發展空間大 因為客廳是人際關係也是家庭的聚在一起的地方 如果客廳龍過堂 家人會在這邊大家會相聚 如果家人你的客廳沒有龍過堂 是虎過堂的女長權女人睡睡念以外 大家如果聚在一起講幾句話就各自離開了 你的人際關係人家會坐不住 外面來的客人會覺得很有壓力 所以你的人際關係會不好 那人際關係不好代表你一樣就是沒有貴人 你要發展就有限 子女的發展就有限 所以明堂所代表的這些東西 把它伸直在你的印象當中 你要論就可以論 所以我們說論看皇子的先後次序 早上就告訴大家要從哪裡 從坐山立像從大門 前後左右這樣的順序去看以後 如果在你的印象腦海當中你就知道 等一下跟主人講話的時候 要怎麼去談 要怎麼去談好不好 這個是明堂 接下來我們論後靠 各位記住後靠代表的 就是你家的人丁是否兴旺 後面是論人丁 你有沒有丁 所以我們的陰宅說看來龍 如果後面有來龍代表你人丁旺盛 後面沒有來龍 要找出一個丁就很難喔 那圍牆算不算後靠 圍牆你要看要 當然圍牆是靠 因為你後面如果是河流 你住圍牆就是靠 是人家的一個廣場 就是他的租的很高 我也講 也算靠 也算靠 當然我們那天 昨天去那個紫蘭宮 他是不是後面做一個九龍壁 厲害 那是叫做那個後靠 做後靠 所以後面代表人丁 祖先是不是有留遺產給你 是不是有幫 能夠具不具備幫助你的條件 所以後靠是論主印有多少 論主印有多少 那譬如說你看我們的洋宅 我們的洋宅後面是空地 我們的右後方 右後方如果還有房子 我們在論說女生的良家會來幫助你 為什麼 因為左邊是男生 右邊是女生 右後方如果是有靠 所以論良家會回來幫助你 可是如果有一條路就隔掉了 馬路叫借氣 馬路叫借氣 我們洋宅的四周 經過馬路就把這些東西就借掉了 我們就要另外的角度去看它 前面是空地 無所謂啊 空地還好 可是是馬路 因為有車子走動 把氣借掉了 所以我們現在一般在論 像在中港路 現在變台灣大大 它整個寬100 差不多快100米吧 才120 你跟他 我幫他看房子在這一邊 看到那一邊說 有一個小的那個什麼 小的行哨在那邊 你就跟他論這個會怎麼樣 這麼會怎麼樣 拜託不要論 因為車子過去把那個氣 他手能夠給我們的青色已經隔掉了 已經阻隔了 那因為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所以你就一直看到東西就開始 那要面寬幾米就算隔掉了 沒有 那個只要是過馬路就借氣 就借掉我們另外 從另外的角度再看 所以就8米以上就差不多都隔掉 不會不會不會 你看那個車子動了 有的是車 車道是24小時都在動 這個對你就不會影響 有的只有白天動 你晚上就不動了 就整個又還原了 所以你要這樣又要去分別說 這個車子是不是24小時在流通的 在流通你根本對面那麼寬 所以我早上一直為什麼告訴大家 適當距離很重要 你如果不把這個適當距離的因素考量進來 到最後你都會槓規 你所斷的絕對槓規 老師如果說我有路 但是實際上根本就沒什麼人車 那就有影響 那當然有影響 因為它氣場就進來了 直接就進來了 所以我們在判斷要分很細 而且很細膩的 要講出道理 當老師要講出道理 為什麼 所以我跟人家 我的比較去探求真的東西 你要說服我 你說服我 我覺得你講得通 講得我聽懂了 好我聽你的 你只要讓我聽 覺得你不錯 你也很棒 我就一路跟到底 我的個性就這樣子 但是你如果三十分鐘 你講得我聽不懂 我不要了 我就回家 大家沒有輸贏嘛 好 背後的 就是說我們的人丁 我們的祖先是否有 有批印我們 有沒有劉怡禪 父母 長輩 貴人 長官 是不是對你有所幫助 所以我剛剛跟 早上跟大家提醒的 後面的 如果是後面是靠山的 後面是借靠的 你要去看後面的 你屋後在跟借靠那個距離是多遠 你要去看如果是平平的 你才可以說這個經過多少時間 會有貴人出現 如果後面一下就凹陷了 起不來了 凹了很下去了 你要等貴人 這不可能的事 在論斷前面 左邊 右邊 後面 你要先去論斷 是不是先平 再陷得很深 或是平陷一點點再起來 你陷一點點再起來 就是代表我先失敗一下 或是少賺一點沒有賺 但是我隔了一段期間我就起來了 就有貴人相住 所以買那種前有路後有向的那種房子 都不好 原則上都不好 原則上都不好 好 那後面的 後面的代表的子女的素質 部分 工程 民舊 影響居住人員的個性 自己的耐力 財運 健康 運勢 這個都是後面都可以論 後面有缺 有限 有衝 有飾 都會出現這些問題 好 接下來我們論龍鞭 問龍鞭 論龍鞭 一個是長男 長輩的健康壽命 事業是否早發達 穩定成長 繼續發展 長男求學階段 是否積極進取 在顾離 創業 是否獲得長輩貴人的相助 與財 町 貴 壽 壽 壽在陽仔上比較很難 在陰仔 陰仔在論壽 就會比較的實際 所以左邊 我剛講的 左邊一定是代表你自己有你的power 左邊強 龍長 龍過堂 一定代表你有那個能力 因為我們在行家的陽仔是 左邊就是147 右邊就是369 中間就是258 但是 但是 我們的八仔有八個 坐山立像 因為陽仔局大 我們叫論卦不論智 陽仔的那個行局的局比較大 所以我們是論卦 所謂卦 任職鬼是砍卦 一卦統三三 所以我們就論卦不論智 我們在陽仔 在談論他的坐山立像都說 我坐北朝南 坐南朝北 坐東朝西 坐西朝東 你談論陽仔不會 說我坐紫相五 不會 坐醜相位 在陽仔不會 所以陽仔他的局比較大 所以叫做論卦不論智 以卦去論坐山立像 陰仔因為局微小 所以論智不論卦 陰仔我們在定的是坐山立像 坐紫相五 坐醜相位 他就不會說 那你們家的主婦是坐砍相離 就不會 所以陽仔局大 論卦不論智 陰仔局微論智不論卦 好 那我們左邊的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 你就想成 我左邊就是一定是男主人 我左邊是 可以在公司論長官 論部署 論主管 論員工 你到處你都以這種概念 左邊是高 右邊是低 左邊是長 右邊是少 用這種陰陽概念去選 去想 任何事情你就可以想通 你就可以去論通 好 接下來我們看白虎邊 那白虎當然是女 定的是女人 健康壽命 女主人 三男 要加一個小房 晚輩 外面 所以我們 昨天到我家有告訴大家說 因為我們家民躺外面就是河流 我們家的民躺外面就是河流 那我們民躺不夠寬 我家有九米的寬度 正常來講是不夠寬的 所以我家就是很應驗的 我的客人幾乎都沒有本地的 都是離開我們壇子以外的 你要算本地外地 你可以說 我們那個社區裡面就是本地 超出社區就是外地 那你可以說論你出生地 好 比如說我是嘉義 我嘉義縣就是本地 我離開嘉義縣就是外地 好 用這種概念去分 本地 我在台灣是本地 我到馬來西亞是外地 這個是無限的延伸跟擴張 你看事情的大小輕重去論遠近 去論遠近 這樣子OK吧 那很清楚 那我家就是說 我前面一條河流 我有回牆 那我可以應驗說我的客戶 是從外面進來找我的 我的客戶都是外面的人 我兩個兒子都必須要往外面去發展 因為太窄了 那個名堂不夠大 理事長他們家 現在家那個名堂就很寬 所以我說他到第二代都是 都可以在台灣發展 用這種看法 這種比較法 你就可以很清楚地分析 好不好 所以我們的這個右邊的 把這個四個四式的都 在台灣發展